日本麻將有著趣味的遊戲方式 和競技意味濃厚的規則玩法 雖然稍微有些複雜 但入門之後會發現其中的樂趣大無窮 而台灣麻將的玩家 或是未接觸過麻將的玩家 在一開始學習日麻時 總是會遇到完全搞不懂的難關 為什麼贏得很辛苦 輸掉卻意外的容易 和台灣麻將的玩法又有何不同 到底如何在有限的場數內獲得勝利 這一集就要慢慢帶大家來了解囉 為了快速讓大家了解差別在哪裡 我先來慢慢的介紹 卻魂麻將這款而直接對戰的日本麻將遊戲吧 遊戲中證明自己實力的斷位場 就是大家在日麻之中慢慢成長的搖籃 每個玩家都有個人的數據統計 分為四人麻將的四麻和三人麻將的三麻 遊戲中也貼心的 將玩家的打牌風格用四個屬性來數據化 在和其他玩家的對局中 也可以快速查看這名玩家的牌風 底下更有詳細的數據可以查看 那這些數據能做什麼用呢 新手入門的話 看看自己的排名率就知道自己打了如何了 若是示威率太高的話 表示太長墊底輸掉 打法肯定是需要調整的 另外平均打點和放衝率也非常重要 例如說平均打點太低 低於4000分以下的話 那表示每一把牌平均都打不到四番 好不容易胡到一把牌 卻只有1000點或2000點 別人胡到一把滿怪就頂你八把的胡牌啦 更何況一場比賽 胡不胡的到八把還是個問號呢 而示威率太高就表示 接近終局時不注重順位的結果去做大牌逆轉 或是太衝常常放大把的 這也是台灣麻將和日本麻將最大的差別 贏很重要沒錯 但不要最輸才是日本麻將的精髓喔 和台灣麻將不同的是 日本麻將在意的是輸贏的順位 而其次才是輸贏的多寡 只要贏得第一名的順位 就是遊戲最終的目的 就算只贏區區100分也是第一名獲勝 在段位場的天梯賽之中 也會直接反映在麻點上 麻點是日麻勝負的特有條件 簡單來說就是依照不同的排名 給予不同的最終加分 舉個例子 若是5萬分贏得第一名的比賽的話 這5萬分會化為以千為單位的分數 也就是50K 在扣掉反點規定的分數之後 就是獲得的分數 例如說一般段位在25000分開始 3萬分反點 那就是5萬分扣掉反點3萬分 得到正2萬分 化為以千為單位的之後 就是正20K正20分 麻點會依照不同規則調整 例如麻點是1位正15 2位正5 3位-5 4位-15 若是剛剛5萬分獲得第一名的話 那就是正20再加上正15 總共正35分 平平都是5萬分 名次不同 在累積積分上 就足足差了10分之多 所以獲得前面的名次順位 才是遊戲最重要的目的啦 欸等一下 這也太多數字了吧 所以日麻是個數學遊戲嗎 某個層面來說的確有一點像 先前已經教過大家 怎麼初步計算弧牌時的點數 這樣在遊戲的賽末點時 也是OLUS的時候 計算自己需要多少點數 才能逆轉順位 或是剛好達成深段的分數條件 而在段位場中 每個等級也會加上不同的額外段位分數 例如初學者剛入門的童之間 額外段位分數是1位加20 2位加10 3位沒得分 4位依據段位扣分 而較高段位的欲之間 則是1位加110 2位加55 3位沒得分 4位依據段位扣分 等級越高順位的點差就拉得越開 如果差一點點就可以深段的時候 保住2位也是不錯的策略喔 和台灣麻將不同的是 通常台灣牌速度很快 基本兩缺以上是非常常見的 而剛剛提到的日本麻將重視順位 及點數戰略 搬裝戰或東風戰是比較常見的玩法 也就是說打到南風底 就算終局遊戲結束 每個人只要兩次當傾家的機會 進攻策略就要更精打細算 這也是日麻做牌很重要的地方 另外依照不同的規則 有時候也會加入擊飛的玩法 像是段位場天梯中 基本上都有擊飛的規則 即使有一個玩家 點數低於0的時候 遊戲就會強制結束 這也是為什麼起始的分數要設定在25000分 只要放給親家一把備滿 就只剩下1000分可以拿立直了 若是點數低於1000分時 甚至連立直的權力都沒有 只能硬做牌型抹停互拍 另外還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行聽的重要性 台灣麻將流局是以直接連裝 繼續下一把的牌局 而日本麻將在最後一張摸完捨完之後 需要檢查4家的牌有沒有聽牌 若是沒有聽牌 則需要罰點數給聽牌的玩家 罰的點數是以3000點到場上 若4個人都聽牌就不用罰點 若三個人聽牌 一個人沒聽牌的話 則是有沒聽牌的人 各罰1000點給三家 總共3000點 那如果是兩個人有聽牌 兩個人沒聽牌的話 怎麼算呢? 那就將3000點折半 沒聽牌的人罰1500給聽牌的人 兩家各罰1500點 總共3000點 而若是只有一家聽牌 那就是另外三家罰1000點給聽牌的那一家 家總也是3000點 四家都沒聽牌的話 當然就不用互相罰斧啦 這也是為什麼日本麻將到牌局尾身時 必須要保持聽牌 避免被罰點數的原因 摸到槍牌下車到流局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價的 有時候即使手牌沒有牌型無法扶牌 如果不想被罰點數的話 還是必須要行聽才行喔 了解台灣牌和日本麻將的規則差別之後 爬斷衛場是不是又有一點信心了呢? 下一集要來討論日麻例子的時機點 還有如何在遊戲過程中展現的氣勢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